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当然也不例外 于是自从定下婚期后 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去备婚 养护皮肤 挑选婚服 样样都按照我能力范围之内 以最高标准来 可是我没有想到 这样一场美轮美奂的婚礼 会因为婆家的角合变成了一场笑话 我叫宋雅 今年27岁 如果没有那场让我跌破眼镜的意外 现在的我应该正和顾杨一起享受着 阳光沙滩的完美蜜月 可偏偏这世上总有不如意 但是有些不如意可能是为了救你出苦海 今天我想给大家讲讲我的故事 以提醒女孩子们清醒自吃 我和顾杨是高中同学 所以很早我就知道 一些她家里的情况 她爸在她16岁的那年患病离世 留下她妈妈拉扯一儿一女 她还有个比她小三岁的妹妹顾月 在我们学校的初中读书 整个高中三年 顾杨都特别地努力学习 成绩不说拔尖 但也还算稳定 那会儿我在心里暗暗地感慨 家逢聚变的孩子确实要更懂事一些 所以我对顾杨的欣赏 是从高中就开始的 但那时也仅限于欣赏 高考后我没想到 会在大学的校园里偶遇了顾杨 我是家里的独生女 父母舍不得我去远处上学 所以我填报了我们本市的学校 原本以顾杨的成绩 她能够去更好的一些学校 但她为了就近照顾妈妈和妹妹 也选择留在了本市 于是我们就有了后来的缘分 高中同学的情分 让我们在新的环境里 迅速地熟了起来 相处的时间越长 我对顾杨的欣赏就越多 到最后终于变成了喜欢 是我主动追求顾杨的 遵循女追男阁曾杀的俗语 并不费力 但我很珍惜 恋爱很美好 整个大学时期 我和顾杨都用心经营着这份感情 也有过一些小插曲 比如说我隐约感觉到顾杨 太过看重她妈妈和妹妹这件事 有好几次顾杨正在我和吃饭 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 只要她妈妈和妹妹打来电话说有事 她就立马地和我说抱歉 然后就急匆匆地回家去 我嘴上计较 但心里从没有怪过她 因为我了解她的家庭和成长环境 所以我能体谅她对她妈和妹妹的看重 可我没有想到 我的理解与宽容 换来的却是顾杨她妈妈的各种傲慢与无理 大学毕业后我和顾杨商量安排双方家长见个面 我想把我们两个的事定下来 之后再努力拼事业 她表示同意 家长第一次碰面 按我们的这儿的风俗 应该是南方家里安排地方 但考虑到顾杨家里的经济条件有限 我主动提出来我来安排 我把地点定在了我们当地 一个档次挺高的茶楼 安静古朴 兼具品茶和用餐功能 重要的是我想让顾杨妈妈感受到我们家的重视与尊重 见面的那天顾杨妹妹没有去 只有顾杨的妈妈到了 她到的时候我和我爸妈已经在包间里了 见我们一家三口端坐 顾杨妈妈轻飘飘笑了笑说 哎呀 我们顾杨真是高攀送哑了 你们家这么好的条件 怎么就非看上了顾杨呢 她刚说完我们一家三口的笑就瞬间僵在了脸上 这话明面上是自迁 可实际上却是赤裸裸的炫耀 她在炫耀她儿子厉害 即便是家庭条件不好 也还是能让我死心塌地的上赶着 我像吞了只苍蝇一样难受 在桌子底下踢了顾杨一脚 示意她和我出去一趟 我们在楼梯间掰扯 顾杨向我道歉 对不起啊 我妈问我咋俩谁追的谁 我就实话实说了 我也没想到她能这么说话 你放心 回去我就训她一顿 顾杨诚恳道歉 我也没有再继续纠结下去 我想只要顾杨懂得维护我 其他人的态度和脸色我才不在乎呢 也不需要在乎 那天在桌上我们就商量好了订婚的事情 因为我事先和爸妈打过招呼 他们也都明白顾杨的家庭情况 所以几乎没有为难顾杨母子 关于房子我爸妈说订婚时不需要婚房 等以后我们打拼几年再看情况 实在不行 我们家还有两套正在出租的房子 到时候可以收回来一套给我们当婚房 话说到这儿 我看到一直鼻孔朝天的顾杨他妈 露出了一丝不亦察觉的满意的笑 我在心里劝自己 他寡母带大两个孩子不容易 爱贪便宜也属正常 后来是彩礼环节 我们当地行情彩礼大概是十万左右 我们家提出取一个吉利数字六万六 没想到这个要求刚一提出来 顾杨妈妈就后招等着我们 她不说给也没说不给 而是笑呵呵呵地问我 宋雅呀 这彩礼钱到时候你会带回来的吧 摆在明面上的算计让我心生不满 彩礼我是一定会带回去的 甚至我爸妈还会比我彩礼高出不少的陪价 但我不想被人要求着做这个承诺 眼看着谈判陷入了僵局 顾杨出来打圆场 他轻轻地拉了他妈妈一把 然后充满歉意地对我爸妈说 叔叔阿姨 请你们不要怪我妈妈 我爸去世得早 我妈她就是对钱看得比较重 说话没有分寸了 你们放心 我一定好好带小雅 彩礼不会少 房子我也会努力 有了顾杨的保证 僵局才算被打破 而我爸妈也看到了顾杨的明示里 所以后来他们也就没有计较 订婚还算顺利 之后我和顾杨就住到了一起 我们住在了我家 省了一大笔的房租之外 还能每天有热乎的饭吃 我妈每天都将我们俩照顾的是 舒舒服服的 我爸妈总说 订了婚就是自家的孩子 我认定的人 他们要帮我维护好 于是他们爱无己物地 对顾杨掏心掏肺 顾杨上班的地方比较远 我妈心疼他中午吃食堂没有营养 总是大清早地 起来给他做盒饭带上 此外 我爸说他挤公交坐地铁太累了 就把原先我开着的那辆车给了他开 我爸说 我在自家的汽修店上班 每天蹭他的车就可以了 享受着我爸妈付出的这一切 顾杨满心感激 不止一次地向我爸妈说谢 也对我是温柔体贴 我无数次和爸妈一起庆幸 幸好姑娘没被他妈妈养歪 订婚的第二年 结婚提上日程 我满心欢喜 开始备婚 拍婚纱照 订酒店等等 就连婚礼商用的鲜花 都是我去发小家的花木 培育基地里 亲自挑的 花了万般心思 只为给自己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却没有想到我做的所有铺垫 都为我成为别人口中的笑柄 添了一把火 上个月底 婚期如约而至 忙了一早上 化妆 拜别父母 接亲等等 我头晕脑胀 一直到上午十点多 才算有空歇一歇 于是我在酒店 给我准备的化妆间里躲清净 那会儿我爸妈在大厅里招呼客人 房间里只有给我当伴娘的闺蜜和化妆师 顾羊妈妈突然推开门走了进来 她说有话跟我讲 让我闺蜜和化妆师先出去一下 只剩我们两个人之后 她笑眯眯地问我 宋雅雅 咱们这就要成为一家人了 有个事你得答应我 我问她什么事 她一张口 竟然是问我们家要房子 看你爸妈给你准备了这么些陪价 我觉得对不起顾月呀 她谈了个对象 人家里条件不错 我怕她过去了受委屈 寻思着也给她陪价点啥 你们家不是有两套房子吗 一套给你们结婚 还有一套也要到期了 就收回来给顾月充充脸面 反正是婚前财产 她婆家也拿不去 看着顾羊妈妈一张嘴开开合合 我赶紧揪了自己一把 疼 不是做梦 我心里觉得她怕是疯了 但嘴上不好说 只能强忍着不开心跟她解释 阿姨 那房子是我爸妈的产业 给我和顾羊住 是因为帮女儿女婿吧 这已经是我和顾羊讨了便宜 我不能再开口 为别人也讨一份哪 她妈立刻就急了 怎么是别人呢 以后顾月和你是姑嫂关系 都是一家人哪 我懒得和她再纠缠 就落下了话 阿姨 这事不好商量 我们以后可以给顾月多准备嫁妆 但是我爸妈的房子不行 要不你问问顾羊 她觉得这事占礼不 我刚说完顾羊妈妈就怒了 你什么意思 你说我不讲理 我还告诉你了 这事顾羊早就知道 要不是她告诉我 你们家另一套房子 租期要到了 我怎么会来和你说呢 我懵 她继续说 宋雅雅 不是我说你 你眼光得放长远一点 你看顾羊 现在考了事业编 顾月也准备考公务员 等他们兄妹俩都吃上了黄粮 你们家可是也长脸面的 这下我彻底傻了眼 顾羊什么时候考了事业编 我抖着手打电话 让顾羊进来一趟 她一过来 我就冷冷地问她 你考了事业编 她眼神躲闪 不说话 我就知道这件事情是真的 瞬间我就觉得自己像个大傻子 枕边人干了什么 考了什么 我竟然全然不知道 我觉得胸闷气短 但还是保持得体 这件事情我们后面再聊 你先把阿姨带出去吧 别让她跟我呼叫蛮缠了 你跟她说清楚 我爸妈的房子跟我们没有关系 以后我们还是要挣钱自己买的 跟顾羊更加的没有关系 说完我就坐在化妆凳上 没有想到顾羊妈妈突然就撒起泼来 手指几乎戳到了我的眼前 你这孩子怎么说不通呢 你们家没儿子 以后还不是要我们家顾羊顶立门户 你是她老婆 顾羊是她妹妹 以后她可都得照应 一家子过得和和美美的不好吗 分什么你的我的 我被这奇葩的理论 气得手脚冰凉 冷着脸问顾羊 这婚你还想不想接了 非要闹事吗 顾羊赶紧拽着她妈往外走 但根本拽不动 她妈那张嘴像开闸蟹红一样 秃秃个没完 你怕什么 我不信她还真能不接了 肚子里都揣着我们家的肿了 这时候不接 她以后上哪找去 你也是怂的 之前我不就跟你说过了 我来和她聊 你只管配合我 结果倒好 她一下唬你就想退 随着顾羊妈妈嚷嚷的越来越大声 化妆间门口聚集的人越来越多 亲戚们议论纷纷 有说我倒贴人家都不稀罕呢 也有说我眼睛没长好 怎么找了这么一家人的 这明白就是看我们家没有儿子 想吃绝户 其中最难看的就是我爸妈 我看见纹生而来的他们脸色刷白 那一刻我才发现 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无底线退让 让他们抬不起头来 顾羊妈妈一通输出之后 我知道了很多事情 包括我怀孕的这件事 明明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我们说好了先不跟家里说的 但她扭着脸就告诉了她妈 还让她妈拿这个当把柄来威胁我 我觉得我受够了 于是在婚宴开始之前 我就叫停了婚礼 酒店为难的跟我说 菜品都已经备好了 需要正常结账 我说没关系 帮我打包 我送亲戚朋友 于是我当场就给来水里的人 退了礼金 还奉送了菜肴和礼包 顾羊和她妈妈当场就傻了眼 她站在我身后一直小声道歉 说她会和她妈沟通好的 我只觉得是在听笑话 从第一次家长见面开始 她就已经是在说这句话了 可她只是表面上说的好听而已 其实背地里 她和她妈妈无话不说 甚至母子俩还谋划着 要一点一点吞噬我们家的房和车 以及其他的东西 清醒过来的我 一下子就明白了所有的事情 顾羊是很努力 但她的努力 只是为了她妈妈和妹妹 处理完酒店的事情后 我就和爸妈回了家 那天特别的难熬 很多亲戚打了电话问情况 有的是善意 有的是看笑话 我爸妈小心地应付着 还要担心我的身体 月初的时候 顾羊上门求和 我连门都没有让她进 之后爸妈陪着我去医院 把孩子做掉 眼下我正在家里做小月子 我妈把我照顾得很好 这中间顾羊和她妈妈 曾上门道歉 可当知道我把孩子拿掉之后 她妈妈立刻就编了脸 炸着呼呼地骂我不要脸 要我把彩礼还回去 我懒得理她 只让顾羊 归还我们家的车和大门钥匙 她妈妈立刻就说 钱不要了 那车可不止六万六 我笑她无知 但也没有多说 只叫来小区保安 将人赶了出去 这几天我爸妈找了律师 在商量要不要告他们 侵占他人财物 我通知了顾羊 叫她立刻还车和钥匙 否则就法庭上见 没有想到她扔不死心 对我甜言蜜语 说她和她妈妈说 我们家的事只是拉家常 背着我考试 只是想偷偷地变好 给我一个惊喜 我冷笑着说 对 你想偷偷变好 然后惊艳所有人 还让你妈以为 有了拿捏我的把柄 说完我就挂了电话 没有再给她辩解的机会 这场失败的婚姻 彻底地拍醒了我 让我知道有些人 是不会真的念你的好的 所以女孩子们 一定要善待自己 请大家以我为戒 远离那些精打细算的 小算盘 带我养好身体 会和顾羊母子 好好刚一场 除了车和房子钥匙 我还要让他们家 声名狼藉 不然对不起 我从前付出的 真心和善意 好了 今天的故事 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